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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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繼續回到尾場賽事第九場 去過重發的馬267、80 二班千二短圖 很多隻fit馬在這場賽事 二號馬跳出世界,脫眼罩 四重彩fit馬膽,應致勝 好,超能力 哪隻不漂亮呢? 我真的想慢慢再看看 二號,卡叉鼻枯 好,那隻馬跳過很有力 按得多漂亮 色水又漂亮,狀態很好 尤其是這些高班的路程專家 神租跳過每隻馬都能看得到 跳出世界後面那隻三條三 他比較自由一點,大步 跟前面那隻雄運大師的形態 步法不同 他在想什麼呢? 眼罩他繼續大師襲 他已經脫掉了 勝利威龍在前面 英知星在外面 我記得這貨大閘都是這樣的 他都是不換腳的 一直在旁邊的 黃衫綠色袖那隻 英知星這個是第二個大閘 這個是泥,泥地閘 他在外面就自己輕輕鬆鬆地跟上來 其實這隻真的都很好的馬 因為千二的,追得這個油 又跟到你一點點 這些大閘就純粹輕鬆一下,夠了 今天早上整多貨最後試跑 剪了毛的,馬回來香港 都挺神器的 這隻英知星 因為早前我記得他翻過 重化的,即是較早的時段 這些好,經常都打算看不起他 經常都撲上來 近鏡頭折步,鐵木兒 跟他拍了一集 鐵木兒今季贏兩邊 但是菊草一千 一千的對手 怕他前面又扯得不夠快 他又流得不夠信 又不同的 這隻都是曾情千義的經典之星 原因可能賽程選擇都不是那麼多 他是一隻幾難估計的馬 這個經典之星 有時跑開心,順 他又蝕一點,快步速他都可以 一不喜歡他就可以亂了 和錯了 你試這集當然不能跟他試 試八百米後面是有苗頭 他贏是英分的 合格了,然後再報名跑 再看看經典之星 其實一千他已經夠速度搶 何況千義 如果千義他真的放得順的時候 這樣又不同 我覺得他真的未必差 這隻我覺得更好 有些靜古齊鳴 都是一些心藏不露 你會覺得有些實而不華的馬 今早跳早地不用快 輕輸暴頭走回來 這些馬很放鬆 這場真的好看 又多fit馬 他們又排好檔 競爭很激烈 這隻剛剛贏了 競技勇士 九牛二虎之力 潘頓當時手鋒馬馬地 都頂得到贏 不過就升了班 轉了場地 再來就激上 從狀態角度 可能他真的會 差了一點 他不是說很差的 但你說其他的更好 感覺 他都是跟之前相約的水平 我記得他早兩場之前 想重化那些很厲害的 不同少了 公正福章 以這樣的年紀 我覺得這東西 真的保養得相當好 他不是試過好像爆過進來 有為自由成的 他肯定有斷衝一下 是呀 這場真的各有千秋 辣神 這些是主動型的馬 但是他很年輕 那隻公正福章 八歲的馬 這些維持得到的 神粗 他仍然都是很自然 那隻馬很放鬆 好,永同歡欣 這隻都爆了一點 就是開些步 這些馬厲害了很多 上次當他初出 什麼都好 不過這件事十二檔 都是 怎麼算好呢 我都不知道怎麼算 是的 當堂稱低很多 接著看這隻 加州德順 12至15號的早上 都試了一個 比較早點的閘 所以當時天都還沒亮 水準都不錯 這一組很多 高分馬複日 第三位那隻小太陽 他是按住過了那隻小太陽 姿態都不錯 加了個面孤給他的 那都是 跑已經跑到 入了水準 入了局 又體重 再上班 這個一定是好事 因為我記得之前 暑假的時候 閹了 開頭我都一般 都不是差 現在是計形勢 大家都在 勝利威龍 近期15號早上 那個閘頭 先都看了 中間位置這樣跟跑 看完他單跳的課 今早上 我覺得他還沒算最漂亮 好了 加州海哥 很大舊 一跑適合自己的模式 就可能會好些 因為他大舊 我記得他的腳 有時 你可以真的比較 輸 他就沒有換腳 贏 可能他跑得順一點 他就出對腳 不過就是泥地跑回來 現在就回去重化 試試襲 他要砌要打都沒有所謂 因為這些都是 他不是主動型的馬 他有些黏的 因為他大舊的馬 加州海哥 看他回來香港跳 跟加州德遜 自然不同 那種就靈活些 動作會流暢些 來到第九場 都是一些短兵相接的場合 一班戚 都很多路程專家 剛才我都說過 我自己傾向 就是六號馬的金鼓齊鳴 因為這些馬 是自己很合得到 還有有時跑馬 我覺得兩個心比較重要 就是中心和鬥心 因為這些馬 可能質素能力 未必很及其他質素很高 但是他肯跟你去砌 跟你去練 他經常氣管有血的 這些馬 但他跟你頂到尾 你好像有時踢球踢到 痛都跟你頂到他 就是那種 那種 那些心態 你最重要有些 有些活才行 這些馬 就是有這份心 我喜歡這類型的馬 英之星都好 去年就是 經常都挑選這些馬 其他的馬 我覺得加州德遜 都很漂亮 不過實檔 我真的想不到 他怎樣去處理 或者克服 所以這一場 我相信到最後 那些賠率 會拉得很均勻 很平均 是啊 我完全覺得這一組馬 是相當刺激 好看的一場賽事 但是你說真的 參與的時候 你真的要好計 當日 已經想很多了 尤其是搜封 誰可以 誰不可以 然後又說 檔位場地偏差 你已經會加了很多這些東西進去 但是你說 這個moment裡面 我覺得英之星是很好的 你上一次可以 可能初出 還是差點 今次不是做兩個閘 才再來 就是好像準備性 又或者那隻馬 真的那個狀態 比上次更加提升了 好了 跳出世界 跳出世界 不是不好 其實上一次賽前 他試襲已經脫了眼罩 你再看他 今次試這個大閘 他是脫了眼罩 那個閘箱 好像還未開未勝 他撲出來 他第一隻跳出來的 那個大閘 我想他真的會 可以主動得到 今次 其他馬 就是剛才康所說 金谷齊明 這些馬其實都幾好馬來的 再數下去的馬 就是那些外檔 我就真的不知道怎麼發揮 永同歡欣加州得順大 他們是幾聰明的 到時你要收拾那個賠率 看看你覺得哪些值 或者不值 九場賽事 的神操片段 都和大家研究過 看看聰明的聰明 選了什麼馬 選了一個馬 有第一場的精彩飛動 我再選第五場的戰紅三千 好 重複多次 接下來的賽事安排 星期三 跑馬地有九場的草地 夜馬 六點四十五分 就開跑第一場賽事 到時再和大家分析 拜拜